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湛,又见面了 今天呢,小九月就是躺着那个沙发上面嘛 然后呢,说肚子疼 后面的话呢,我实在没有办法 就陪着他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怀孕的话呢,有三个月的时间了 然后的话呢,现在呢,要健胆 然后呢,做那个什么NT呀,干嘛之类的 反正呢,又做很多就说大大小小的检查 这次去呢,肚子疼是因为他就是乱吃东西引起的 有点那个就是胃不舒服嘛 老实是吧,吃那个什么香的,还有辣的 每次呢,是吧,叫他少吃一点 他也不听我的劝呀 不过呢,现在我也不想劝他 因为的话呢,就是说两个人离婚了嘛 这个东西呢,也没有必要 总算呢,也是有惊无险吧,平平安安 因为呢,如果他有点什么事情呢 说实话 现在呢,在我们家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你说是吧,怀孕了 因为他自己的不注意 如果说流产了什么的 他来怪我怎么办 那我不是又要背锅呀 如果说身体发生了什么问题 他娘家人到时候找我怎么办 所以呢,留在我家呢 死当了是个大麻烦 我也一直跟他说了 我说,让他有所尽早的搬出去 我说,不管你怀孕了也好 你不怀孕也罢,是吧 那这个东西呢,我是肯定管不了你那么多的 你呢,只能把你自己照顾好 老师说,要我去照顾他 我说,我怎么照顾你嘛 我自己呢,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 然后的话呢,是吧 你又不赚钱 你也不住家务 孩子呢,也不管 那这些事情,我难道不要管吗 我自己难道不要处理吗 我该处理的,我全部都要处理 今天的话呢,就是说也又发生争吵了 然后呢,两个人还大大出售嘛 本来呢,也没什么事情 就是老师因为这个家庭所思呀 或者说,这个钱这一方面 经常呢,就是说,跟我发生争吵 还有的话呢,就因为这个什么婆媳关系之类的 我都说过很多遍了 我说,这是我们家的家世 还有什么婆媳关系嘛 我说,那是我妈妈,不是你婆婆 我们两个离婚了 我说,我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关你什么事呢,是不是 还有的话呢,我说我的钱 凭什么样,你去支配呢 我赚多少钱 我想那么花,我就这么花,对吧 我想给谁花,我就给谁花 这个东西呢,难道还要经过你同意吗 还要经过你就说,是吧,审批吗 难道我要向你报告吗 一直在武力取闹 哪有人跟,是吧,两个人离了婚了 这么久,就是说 还不离开人家就是说前夫家的 人家脸皮薄一点的 很多人家就说 今天离婚 立马人家就收拾东西,是吧 人家就搬出去了 怎么可能还在这里拖拖拉拉的嘛 他在这里已经待了三个月的时间了 一直呢,就说不肯离开 其实呢,我知道他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他呢,就说 现在怀孕了嘛 然后的话呢 想着就在这里住着 这个做检查呢,也方便 然后的话呢,我又可以给点钱给他 其实呢,我都说过了 我是看着你是孕妇的分散 我不想跟你计较那么多 还有的话呢,就说 是吧,你是我儿子的妈妈 这种言言呢,就说 你给脸不要脸嘛 你越给他好脸色 他就越等彼此上脸 得寸进尺的 所以呢,有的时候 我确实是,我也很无奈啊 这段时间呢,真的 整个言言呢,也是挺累的 就是因为他的事情 然后呢,老师在这里就说 找事情 本来呢,上班已经够累了的 然后的话呢 还要整天处理他的事情 这次也是一样 肚子疼 然后的话呢,是吧 怀孕了 自己呢,也不知道去医院去看一下 也不知道去检查一下 好像说这个事情是我的事情一样 难道我非要,我带你去吗 那你自己不去 对你自己的身体 难道你不知道吗 有时候呢,肚子不舒服 是吧 要立即就说 去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毕竟呢,你现在怀孕了 这个东西呢,也是一件大事情 不可能说,像饼子一样 是吧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还说什么 是我惹他生气 我说我从来 我就不想惹你生气 只是说是吧 你自己要生气 那我有什么办法呢 你什么事你都惊惊计较的 那我也,我也,我也没有办法 对吧 所以呢,还是让他搬出去算了 在这里呢,太麻烦了